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动视旗下 使命召唤系列的射击手游星座 使命召唤 战争地带 算是让玩家们期待已久 虽然游戏最大支持122位玩家同场对局 但因为是首次测试而且没有办法调整画质的关系 低优化的游戏画面实在是让人没办法看下去 但如果你除去游戏画面不谈 只看游戏整体的架构与体验的话 其实在游戏表现和战斗体验上是相对不错的 当然对于审美要求很高的玩家们来说 让我们不去在意游戏的画面是很困难的 不过相信在后续的优化和几轮测试以后 或许就能看见我们期待中的使命召唤吧 当时大陆第一次关注深空之眼这款游戏时 游戏的名字还叫做代号迷迷尔 大陆也曾经参加过去年的测试和推荐给大家 对于目前在那么多二线ARPG的手游中 三人同屏的小队玩法确实是蛮新银的 也在大陆和不少玩家的心中留下了印象 深空之眼在美术风格上的表现相当不错 世界观也强了元素蛟龙的青蛤幻风格 设定在一个充满科技与未来感的世界 人物与场景的设计也显得更加有科技感 除此之外 游戏还有着高流畅度和爽快的快节奏战斗体验 而且角色技能的设定也是比较新鲜的 同时官方也强了跟原生相似的定期版本更新 就是说你可以在每个新版本中 填到创意的现实玩法 不再限于英游、卡方和解密等等的内容 整体是款不算非常干和刻的游戏 对于新手们来说 玩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 视觉的表现也算是可圈可点的作品 大陆自己不止一次推荐过这款游戏 作为从Steam上引述过来的游戏作品 枪火虫生的手游表现可能比端游来得更好 主要是这款游戏都专注在模式的创新上 以低人程式角为主的Roglight游戏 还有结合了射击等等的玩法要素 那么这款游戏可以让你体验一个人刷怪的快感 也能享受组队一起合作和加油的乐趣 每个关卡都充满着随机元素和新奇的体验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玩家在刷关卡时的匹配感 除此之外 游戏也提供了各具特色的枪械种类 如果你将各种技能进行搭配的话 就能够使游戏内的对照玩法变得更加丰富 游戏整体的难度对新手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 你只要玩个两三局就能熟悉基本的节奏 画风也是手游比较少见的漫画风格 是一款非常值得推荐给喜欢射击类游戏 又或者是对各类Roglight游戏有兴趣的玩家去体验 作为拿到了原版暗黑IP的暗黑破坏神 永生不朽 在刚上线后的体验就低于玩家们的期待 对游戏的内容做出些删减而导致玩家们不满 玩家会抱怨是因为他们以端游的标准来做比较 不过手游目前是不能跟端游或主机游戏媲美 所以团队做出了这些取舍应该是没办法 但随着玩家深入体验了这款游戏之后 才发现这是为了让你去体验一个可以显得更加公平和持久的游戏环境 游戏的画面十分还原了暗黑上的暗黑风格 还有怪物、人物跟环境细节也制作得更加真实 除此之外 游戏在玩法上的可玩性相当丰富 提供了充满纯净感的剧情和经典的PVE玩法 还有非常不错的组队刷副本体验 当然在手机上能玩到暗黑破坏神系列的游戏 也算是一种相当难得的体验吧 而且游戏也在手机平台上设计得更加方便 还有定制的社交系统和MMO的养生元素等等 整体来说游戏对新手和零课档都很友好 想要找一款小课或游戏环境对新手都很不错的游戏 那你或许可以来试试看这款暗黑破坏神手游哦 自从在2019年曝光到2021年的多次测试之后 这款被受玩家们期待的Apex英雄手游版 终于在2022年的5月开始在各国陆续上架了 作为Apex英雄端游的遗嘱版本 手游版算是完美还原了英雄的玩法 小队竞技还有快节奏的战斗等等 让你可以体验到新世代的战术竞技体验 对于喜欢设计或竞技类游戏的玩家来说 Apex英雄拥有着每场游戏快节奏的特性 算是手游市场上其中一款必玩的游戏 那么在这款游戏上架将近一年的时间内 官方也陆续开放了三个不同的赛季内容 还继续更新和丰富了游戏里的英雄词 并不断地在地图玩法与战斗上给玩家新的体验 如果你有下载并安装这款游戏的话 那就来分享一下你今年次级的战绩吧 当初一款名为唐渡人的游戏在2020年发售的时候 就因为有剧创新的玩法和休闲娱乐的体验 让很多网红在直播平台上爆出许多节目效果 而开始在全球爆红导致许多玩家疯狂涌涌路 但是手游端的玩家却没有类似的游戏可以体验 直到唐渡人的热度慢慢散去的时候 这款名为淡载派对游戏的上线 也似乎没有输到许多玩家们的重视 但没想到的是游戏一上线就输到了许多玩家们的欢迎 淡载派对的主要玩法依然跟坦多人类似 就是结合了休闲和竞技来进行多人的传观 玩家只要成功通过每个关卡没被淘汰的话就能获胜 这种以简单的玩法为主却充满了欢乐 让这款游戏在提高娱乐性的同时 也充满了玩家们之间的竞技对抗 另外游戏还提供了创意工法的玩法 让玩家自己去创造和设计独一无二的关卡 如果你平时不怎么喜欢很硬核的游戏 对休闲类游戏比较有爱的话就能尝试这款游戏啦 作为跟陶利塔克夫和冷门游戏猎对决类似的作品 NG突围除了调整的更加适合手游的节奏 还在手机平台上进行了一些方面的创新 改变了一般传统FPS手游的竞技对抗模式 更加鼓励玩家以探索与逃生为主要目标 而暗区突围的特色就在于枪械的改装 还有对传统伤害的判定进行了深度设计 让角色身体的每个部位都会有不同的伤害程度 而且枪械的伤害是由子弹来决定的 这种多样化的特色就有别一般的FPS游戏 此外暗区突围的整体质量还是蛮优秀的 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可能对新陆坑的玩家不怎么友好 因为你在新手时期很容易遇见一些老手 他们已经累积了足够的装备和实力 就会导致新手被虐杀 让游戏的体验不好 不过官方目前好像已经对这种情况进行调整 对于喜欢硬核FPS游戏的玩家 这款主打美少女动态涉及玩法的顺利女神 尼姬应该是不少玩家们高度期待的游戏之一了 而游戏在开服后就称霸了排行榜的前几名 跟在当时登上了热韩下载榜的第一名 不过这些排行榜都只是暂时的现象 因为这款游戏在上线后的这段时间里 出现了各种bug、优化、干度和奖励等问题 让游戏整体的评价也在不断下滑 如果官方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努力修复 还有把其中的一些短版补弃了之后 相信整体的体验应该能够上升不少吧 如果我们跑去这些缺点不错 游戏的内容和美术风格确实是很不错的 希望官方能够在新的一面里再接再厉 尽快为玩家们带来更好的体验 那在这款游戏上线的这段时间里 不知道你已经收集了多少美少女了呢 勇敢的哈克可以说是今年突然出现的其中一匹黑马 这款作品已经在Steam上获得特别好评 就是类似银河恶魔城横板动作的冒险游戏 当年在横板过关的方式上结合了杀核探索 还有RPG养生玩法的要素而闻名 而勇敢的哈克算是同类游戏中表现相对亮眼的一款 游戏画风强了我们最常见的像素风格 并以漫画的方式来呈现游戏里的利会 故事发生在一个架空的废土世界中 所以大多数的场景都是以单色调来呈现 除此之外 这款游戏的操作并不复杂 你只要操作角色进行跑 跳 下蹲 滑铲 急跑 攻击 勾爪几个动作就好 如果你操作得好 就让你感受到丝滑 想要来感受不一样的银河恶魔城体验 那你或许可以来试试看 这款有着一定难度的银河游戏吧 之前有款名为吸血鬼幸存者的游戏 在刚推出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多玩家们的喜爱 也再次让横版落来的游戏热门了起来 不过这款同类游戏 明明前20分钟 虽然在电脑平台上的表现 没有吸血鬼幸存者来得火 不过却在移植到了手机平台后 成为了打发时间的神作 这款游戏跟其他双摇杆类的横版落来游戏一样 需要玩家一直去刷怪来获得经验升级 然后就能选择技能来提升整体的战力 并继续一直刷怪 足道挂掉之类的玩法 但这款游戏主要要升级的是技能不是武器 也因为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技能分支选择 让整款游戏的体验内容变得更加丰富 玩家也能自己研究出各种各样的流派 不过游戏本身的内容也是有局限的 如果玩久了的话 总会让玩家感到枯燥 不过场上的更新速度非常快 再加上这款游戏 原本就是比较偏向快节奏的 非常适合玩家在碎片化的时间游玩 所以大陆依然是推荐大家去下载体验看看的 那么最期的回顾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 当然今年值得回顾的手机游戏肯定不止这些 还是有其他非常优质的游戏作品的 如果你有哪款精品想要推荐给大家的话 也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分享给其他人哦 最后让你喜欢大陆的影片 可以给大陆一个赞和分享 订阅大陆的频道和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那么就下期再见啦 祝各位游戏愉快